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观众 您现在看到的是 2024赛季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第29轮 上海深花队 坐镇主场上海体育场迎战 来访的深圳新鹏城 在球场上身穿着蓝色球衣 的是主场坐镇的上海深花队 这个球实际选择了大门 从这个角度看 好像是打进了球网一样 但实际上呢 应该是打在了边网上 卡尔采夫这角射门的质量 还是相当高的 其实距离球门比较远 但是他选择了都进角 也就是球绕过人枪之后 向内去做回旋 正好打门将的弱侧 无论是在尼斯 还是在纽约城的时候都是 后来呢他自己是在夏洛特 担任教练 下来看一下这个球 杨德祥右脚外脚位 把球打向了远角的方向 混战当中放出一支冷剑 稍稍的偏了一点 要说深圳新鹏城这场比赛 打反击 那其实上海山花队 更是这个赛季的 中超赛场上的反击好手 其实双方的交锋速度越快 球权转换的频次越多 这越是上海山花队喜欢的节奏 因为他们在乱中取胜 打快攻形成威胁 这一线是选择走前点招 降球如近区外的一脚远射 这就是我们说的定位球的二点球作用 二点球如果说在这个附近的进攻队员身边没有防守压力 特别是像王海健有一脚禁区前沿远射能力的这样的球员 如果说没有人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干扰的话 很可能会形成极大的威胁 贝南多任一球打到禁区内 无锡争抢到第一点 马拉来后点再往回摆 这个球裁判还没有享受 上海山花队的进攻还可以继续 特前来再把球敲到中间来 投球的攻门球打在门框上弹出来 禁区内连续的混战 最后捕射将球打进的时候 裁判单手上局 示意有越位的情况出现 当然这个时候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的给出最终的建议 最终的考量 第一点 无锡争抢到 马拉来这块是没有问题 主要就是看最后这一下 球是否在马拉来传球的一瞬间 整体越过了底线 特西拉再戳中路蒋胜龙的投球攻门 再加上李治解围的时候 球打到了安德烈路易斯的腿上 弹进球门 这都没有问题 可能最主要的就是马拉来传球的这一下 是不是球先出了底线 德里昂索 贝兰多上来有身体的对抗 再加脚下放铲 第一下破坏节奏 第二下去破坏球 结果德里昂索重心非常稳 就像是一艘巡洋舰一样 看看这一脚大门 扳平了 70分钟深圳新鹏城队的连续进攻 终于是取得了效果 主要就是要认定一下 德里昂索这一次反抢费兰多的时候 这个动作是否是裁判所认定的犯规动作 但这脚打门 由于鲍亚雄的身前人太多脚太多 很难能够看清这个球前进的方向 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对抗虽然说比较的激烈 看看这一下最后的打门被挡住 还有再打门 78分钟的时候 深圳新鹏城将比分给逆转了 这次快速的进攻打到上海山花队的后方前 安永嘉自己单挑对方三名防守球员 被对方逆转 9分钟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下是李志把球送到前场来 看安永嘉面对对方的两名球员 摆脱了第一个人射门被挡住 但还有第三次射门的机会 躲开了鲍亚雄 最后这一领相当的冷静 两支球队换上来的替补队员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条后防线上了 特歇拉的起球给的落点是不错的 中间谁都没有能够碰到 看看马来来 把球再回敲 这一下裁判的手势 果断地指向了点球点 宋岳的这一次上抢 在身体接触 禁锢队员倒地之后 裁判这一下非常清晰 也非常果断地 把球给指向了点球点 特歇拉的这次传球 其实落点相当的不错 然后马来来 再把球给敲回来 费南多率先启动之后 用自己的身体 使得自己可以站住了优势 这使得宋岳在身后 再做身体对抗的时候 两个人撞到了一起 现在上海生花队 获得了一个绝评的机会 马来来站在球前 面对赵石马来来的跑动 打门 这一下球进了 90分钟30秒 马来来的点球 把比分给搬成了2比2平 这场比赛真的是 让人的心情 犹如过山车一样 特别是下半场的 这四个进球 上海生花队下半场 一筹一尾 各打进一个球 这两个进球 让主场的球迷 眼泪似乎都要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主裁判士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经历了一场 过山车是起起伏伏的比赛 上海生花队在主场 和深圳新鹏城队 是打成了2比2平